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光盘 包括什么update 包括这个一些软件的亚密云 其实这个方法呢就是说白了就是什么 找一个找一个和我们要部署的那些机器 环境一致的机器是吧 去做一次安装 怎么样吗 安装的时候把那个包给下来 给缓存下来就可以 怎么样吗 那这里呢update也是一样 我们要想提供共享的时候呢 使用的这个服务器呢 我们建议大家是FDP 当然后面也可以学习IGTP 是吧 网站 我们把那个FDP的防火墙关闭或者是开启 开启这个FDP的这个访问 然后呢slinux呢我们战事也是关闭的 最后把FDP开启 然后要想提供update源方法很简单 不一定是在这台服务器上面做啊 只要在一个和他环境什么 相同的 绝对相同 什么叫相同 比方都是最小话安装 然后过去怎么做 把那个缓存打开 明白 缓存打开以后呢 去更新一下这个整个的内容是不是就可以了 更新一下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把包了整个拷贝出来 拷贝出来放到FDP的目录下面 明白 我再说一遍 这件事情不一定要在server上做 压么服务上做 好吧 就可以找一台和他环境一样的 都是最小话安装 包装的是一模一样 明白 就大家都是按照这个标准装出来的 按照我们公司的流程装出来的这样一个环境 然后我们去呢 update一下 明白 这样的话呢 把包拿下来 拿下来以后呢 放到 如果不是在这台机上去装的那个update 那我们可以呢 把包烤过来 是不是 烤到这个机上来 怎么烤 我们给大家讲过 我们还讲过那个他打包的那种形式 来实现这种透明的传输 是吧 透明的这种打包压缩的这种传输 然后呢 注意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叫create repo 它是用来创建我们的亚末源的 是吧 没有这个的话呢 没有那个up那个亚末data那个目录的话呢 reportdata那个目录的话呢 那不论叫亚末源 是吧 最后客户端测试的时候 指向他就可以 这个大家不知道做了没有啊 另外目标三也是一样 目标三提供ngx 提供zabix 按照我们前面的方法 同样是找一台什么 和他环境一样的主机来干嘛 来去安装一次 或者不安装也行 download也行 是吧 去download alli 这些包 然后把这包找到以后呢 最后再怎么做 再把它烤过去 烤过去以后 使用create repo mini 创建相应的源 是吧 那这样的话 我们最终的FTP上面 最终的这个服务器上面 是不是有很多的源啊 有很多很多的源 是吧 就类似于我们的这台服务器一样 各位看 我们这台服务器在FTP里面 大家看到有什么 Synos 7u3的源 是吧 有6u8的源 还有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源 那其他源我放在 放到RPMs里面的 看还有很多其他的源 这都是以相应的源 我都是每一个源 都是以一个文件夹的形式 存储的 对不对 好 那这里呢 还有一个就是base元怎么提供 base元 其实也不能叫base 因为光盘我们知道 光盘上的base和 和那个官方网上的base 其实是不不一样的 对不对 它只是它只是一部分 所以光盘上的东西是有很有限的 但是它能够满足我们常规的需要 那怎么做呢 你看我们在哪啊 我们在FTP下建立的一个目录 这个目录的名字 这当然可以随便起 CNOS 不能叫随便起 叫自定义 好吧 这里有CNOS6U8 CNOS7U3 然后把光盘挂到哪 挂到这个目录上面 挂载光盘 我们的光盘是ISO文件 对不对 然后未来让它开机能够自动挂来 怎么做呢 我们把那个光盘 挂载这个行为 写进EDC RC.D下的什么 RC.local 这个脚本是一个开机自起脚本 但是在7当中默认是不开的 你看一下 在7当中 EDC的RC.D RC.D RC.D 什么local 这个脚本呢 明显有一个什么动作 它会告诉你说 请注意的是什么 你必须运行这个命令 对不对 确认什么 这个脚本在开机的时候会被执行 对不对 就是如果说你没有 这个脚本没有执行权限 那是不是执行不了啊 另外我们在昨天给大家说的是 EDC的RC.local 它其实是个链接 知道吗 这个脚本本身有什么权限 链接文件的权限 是没有用的 对不对 它本身有执行 那没有用 所以我们要的是谁可以执行 要的是EDC RC.D下的RC.local 这个文件如果没有执行权限 那是没用的 对不对 但是不能够在开机的时候被执行的 明白 好 你看这边 我们当然没有挂到这 你可以把光盘 挂到这个 这个CNOS 7U什么 3下面 你也可以不挂这 把光盘内容怎么着 烤到这儿是不是也可以啊 你要觉得每次挂载这个行为可能很麻烦 而且后来会挂不上 那你可以把整个光盘内容整个全烤到这来 你看光盘里面 你看光盘里面是不是本身就有一个report data 它就是一个亚米元 看到吗 它是不是就是亚米元 它的包是在哪呢 它的包是在里面的package里面 这里面的包 我当然不回车了啊 有点多 所以光盘本身就是亚米元 明白 再说一遍 光盘本身是亚米元 你只要把光盘给共享出来 是不是就别人就可以使用 它本身就是 所以你完全可以怎么做 完全可以把这个目录里面的所有内容怎么办 烤到 烤到这个什么 你的 把光盘里面的所有内容 烤到FTP的目录下面 明白吗 好 同学说老师我 我没有这个光盘啊 怎么做 你可以连到通过这个命令 LFTP 这个命令 对吧 看LFTP 这个命令 连到我们的10.18 多少 40.100 上去 是不是 你看连过去以后在哪 在哪个地方 就在FTP的 就在FTP的 往FTP里面 看到吗 往FTP里面 你连过去是不是就在这儿 然后你可以通过一个命令 叫Mero 迹象 把这个Sendos 7u3 这个目录整个 整个 整个给什么 注意 这条命令 我这个大家说一下 我们刚才使的是哪个命令 连到 LFTP吧 这是一个FTP的客户端软件 客户端软件 明白吗 然后连到我们的FTP服务器 连到以后看一下 要想下载个文件呢 用什么 get 这样一个方式 注意这是下载文件的 这下文件的 没有吗 get是下一个文件 而我刚才说的那个叫什么 Mero 或者简单的me都可以 它知识简写 当然可以补全 像这样 Mero 什么 Sendos 7u3 你都可以这样 把那个整个文件夹给什么 当下去 所以我没有给你准备光盘了 如果说你想做这个光盘的 光盘的样子源是吧 怎么办 怎么办 我建议大家 你先来到你自己的 挖下的FTP目录里面 是吧 你是不是准备把光盘下到这 能没有吗 你下好了这里面 没有 你看 他现在 他现在准备 在这准备 是不是提供那个 光盘的那个圆啊 但是他这个目录是空的吧 好 我把他这个目录给他删了 他这个假目录是吧 我现在在哪个目录里面 各位看 对 然后我连到 10点 18点 40点 什么 100 然后去Mirror一下 Sendos 7u2 7u3 这个目录 回车 那么然后他就开始什么 一个一个的下载 是不是 好的 这是我们局域网的 你放心 至少是不会占用带宽的 明白 这是这是在我们局域网的服务机上面下载 至少是不用占用带宽的 那么经过百分之百以后呢 相当于你已经 哎 那这样做的话 还用挂载这个光盘吗 用吗 挂载光盘只是一个选择 我要的最终结果是 VR下FDP下面有一个叫 Sendos 7u3 并且有数据的一个目录 是不是 那没有说一定是挂光盘这种行为 对吧 那你你完全可以把这整个目录内容给什么 给烤出来吧 而我们刚才做的这件事情就是什么 把整个目录内容给烤出来 当然这个过程肯定不是一时半会儿的 因为毕竟有几个G 有四个多G的大小 但你现在看到这个百分之百了 也并不是百分百分之多少 这是某一个软件下载的时候的什么 一个进度 当然你可以随时看一下 哎我们怎么看随时看大大小 有一个命令 DU-SH S是Summary统计的意思 汇总的意思 H大家都知道是什么 是人性化显示 如果这样写的话 是看EDC大小吧 那如果写上VR下的FDP下的Sendos 7u3 这是看它的大小是不是 但是这个命令是不是只是看一次啊 有没有办法永久看呢 长期看呢 有的就是Watch-N 以一秒钟的速度是吧 或以0.0.1秒钟的速度看 但这个很好资源啊 很好资源 而统计可能花的时间很长 所以我们就以 比较两秒一秒钟的时间看一下 没准一秒钟还没有统计完呢 是不是 看下这个命令 这个命令最好加双引号把它引起来 这样的话我们就一秒钟的 这种方式去做一个统计 当然 以人性化的方式看有点困难 为什么 它是达到G 其实1.2G 可能还在下载是吧 那你可以这样看 你不要以这个不要加H 就使用原始的字节的方式 你会看到这个数字在什么 不断的在变化是吧 因为1.4 这个是不是也是算1.3G啊 那只有达到1.4的话 是不是才是1.4G 所以你看我加了一条什么命令 DU用来做文件统计的是吧 刚S S是什么意思呢 把这里面所有文件做个汇总 我不是想看某一个文件大小 而是把里面的内容做一个什么 汇总看大小 现在持续是在1.5G 1.6G左右是吧 当然可能还要经过一天时间 因为我们这个速度有点慢 为什么 第一个因为是很多小文件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呢是因为 好像我们这个教室是百兆带宽是吧 是百兆的网络不是带宽 百兆的这个局域网 这个就是个问题 百兆的网络 百兆的局域网下载速度是每秒钟12.5兆 而千兆的是125兆 那样的话呢 如果是千兆的话 基本上在一分钟以内 几乎全部搞定下完 明白意思吗 现在这个过程有点有点缓慢 好 那你懂吗各位 那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的目的 无论你怎么玩 我要的是在VR下的FDP下面 有一个类似于Synos 7U3的这样一个什么 一个文件夹里面装的是这个光盘里面的什么 所有内容 无论是你是挂载也罢 还是什么 拷贝机也好 还是从别人那烤也好 那你懂吗各位 这个 都反正要这个结果 如果说你把它烤过去的话 肯定就省掉了这两步了吧 是不是不用什么开机挂载啊 明白 我觉得烤过去还是比较好一点 明白 好那有朋友说呢 最后客户端怎么用呢 客户端怎么用 要么客户端怎么用 我们来来来写一下 客户端先把原来的这个base给什么 删掉吧 删掉以后呢 在这边建一个呢 创建一个叫什么 我们名字可以随便起 比如就叫CenterOS7U3 什么叫7U3 7.3 update3 对不对 这样一个目录 然后这个名字 我们现在是添加一个亚美元吧 客户端 然后这边呢 怎么办 那个 就叫CenterOS7U3 多好 这个也叫什么 CenterOS7U3 这个地方叫什么 上面的目录叫什么 上面既然叫这个 这个 这个这个颜色 这下面是不是也是应该是 CenterOS7U3 明白吗 不对 是这个 能看懂吗 然后最后 检查签名 要不要检查 先不要 启用吗 启用 YAMLIST 这个地方当然YAMLIST 看到结果应该不是这个结果 应该是有几千个包的那个结果吧 好 其实按照官方来讲的话 应该是YAMMAKE Catch 重键缓存 但是实际上这个动作不用做 为什么 你YAMLIST的时候 或者说你去装包的时候 他发现没有键缓存 他会帮你什么 自动做一遍 所以YAMMAKECatch 这个命令其实是 是什么 是不是必须的 YAML REPLIST 你能看到多少包 是不是你能看到光盘里面那包啊 冷静了吗 各位 这个base 其实是一个尾base 我们真的 他他真的还跟那个真base 还什么 还不一样 是不是 因为当然我们也没有打算把整个整个 那个 呃官方的语言下来 因为毕竟是有几百个G 知道吗 你也用不上 好 各位 现在我们提供了三个目标 看到有没有实现 第一 你可以挂载镜像 或干嘛 别别别别 或了 可以挂载镜像 或者是 往里面 Copy什么 光盘的数据 明白吗 然后 紧接着呢 那个 怎么着 紧接着呢 我们把原来的这个指向 原删除 这个行为 这个行为 这个行为叫什么 各位这个行为叫什么 这个行为叫添加亚姆元 就是我要用添加某一个亚姆元 好吧 这叫电话 这叫添加 添加 亚姆元 明白吗 这个行为 这个行为 这个 这个亚姆元的 就是我要加哪一个亚姆元 这个亚姆元的名字是 ID 是什么 自定义的吧 这个名字呢 也是什么 自定义的吧 但这个路径不能自定义 路径必须实时求是 还有呢 不减了签名启用 那有同学问我说 要不要去加一个create wrapper呀 不用 为什么 因为本身 哎 怎么断了 这机器怎么奶奶断了 太可怕了 因为本身我们的光盘 它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亚姆元 它就有rap data 能听懂吗 光盘本身就是 能明白吗 好 所以大家可以这样做 来 达到一个什么 为我们的局网中的机器提供什么 所谓的base 提供什么 update 因为这个base里面是不是好的包都有啊 那比方说这个base里面有哪些包啊 这个base里面的包很多 像什么 我们去装 装yam yam-y install wget lfdb 是不是这里面 bash-combination 是吧 还可以vm-ehanced 是不是这包 这是不是都是一常规的一些包 所以 在这个base原理当中 我们就可以装像wget 这是我们常用工具 是吧 还有呢 lfdb 我再次强调一遍 我再次强调一遍 那个bash补权啊 是需要装一个bash 这样一个-combination这样一个包 但是还要 还要什么 退出一下 再进 为什么退出再进 他要重新加载bash的配置文件 没有吗 加载配置配置文件那就可以补权了 ok 然后这是update的包 客户端可以怎么测 客户端可以yam什么 -y update 明白吗 然后紧急着其他包怎么测呢 其他包客户端就装一下那个包 是不是就可以了 有同学说 老师 你下面没有写怎么装包啊 没有写装那个zabix啊 没有写装mysecure啊 你不是昨天看了一下doctoral吗 是不是看了一个官方文档了 下面是不是就告诉你 两步 一怎么加yam元 第二步怎么去什么 装包 你有意思吗 是不是两步 第一怎么加装那个 怎么去那个叫什么 怎么去加yam元 怎么去装包 明白 好了 那我们问一下 这边呢 我们说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客户端 其实到这就ok了 我们客户端 他在使用yam元的时候 他怎么使用 他怎么使用 这个倒很简单 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前面的这种方式 这怎么做的 客户端一般怎么做 需要几个步骤 一主要是添加 一主要是添加亚末元吧 客户端是不是要添加各种亚末元 就是我们去添加我们的像base啊 或者什么这个update啊 或者是 或者什么ngx啊 或者是zabex 这样的一些 是不是 亚末元 当然这些亚末元 都是我们局局网中的 都不是互联网的亚末元 对吧 那客户端怎么添加呢 那有 其实有三种方式 一种是 手动 手动的方式吧 这个效率太低了吧 一台机器可以考虑 那如果说 有一千台机器呢 咋不说一千台一百台呢 我们可以通过设要什么 脚本 那设要脚本其实呢 也是相对来说 比较轻量级的 那我们还可以使用一些 自动化的工具 像sat stack 检测为sat 或者unstable 或者是呢 puppet这样的工具 明白吗 就是帮我们实现 添加什么 亚末元这样一个动作 明白 你看 我们写 我们做 我们如果说有一百台服务器 要加亚末元 加各种亚末元 既要加base 要加那个ngx 又加zypex 那么如果说 你使用那个手动的方式 一百台去做的话 要做好长时间吧 就算是脚本的话 是不是也要跑好长一段时间 那如果通过sat stack呢 你只要写好一个配置文件 它自动就会 就会自动来更新 它会来自动来同步更新 添加这个亚末元 所以这个非常的 非常有有有用 有用啊 好 下面呢 我们做一个了解 这个了解呢 各位 刚才我们这个亚末元 是不是通过什么方式 来给客户提供的 啊 前面的亚末元是通过什么方式 是不是通过网络的方式 通过FDP服务器 或通过HDP服务器 来为客户提供的 能明白吗 就现在我要在局网中 搭建这样一个服务器 能够提供类似于base updates 或者是什么 这个其他的一些软件的 这样一个语言 明白 哎能听懂各位 嗯 但是呢 这样做 是很方便 但我现在 如果我手上就一台机器呢 我就自己要装一下 我还有那么复杂吗 我就 我就自己想要装装一下 这个这个软件 我说没必要那么复杂 那怎么做呢 一般现在你们是使光盘 还是使光还是使ISO啊 好 两种行为都给大家说一下 如果说你使的是光盘 那怎么做 对 然后你第一步 你挂载我们的光盘 我觉得临时就是什么 就可以了 临时挂光盘 把光盘挂到 比如说根下的什么 Mader 这个是大家比较习惯 如果是ISO怎么挂呢 把你的ISO挂到Mader上面 看到吗 当然其实好同学说 老师这边有个-o loop吗 对这个是个习惯 在6的那个年代 是一定要输高loop的 因为这不是一个标准的设备 没有吗 他要把它映射到一个设备上去 在7的这个年代呢 你写不写都无所谓 那我写上呢 就是还是照顾一下原来的情绪 好吧 好 现在第一步挂光盘 第二步添加什么 添加我们的YAM圆 明白意思吗 好 添加YAM圆 那我在哪个地方 各位 所有的YAM圆的添加在哪添加 这个路径是不是已经统一了 在哪 在EDCR的YAM Ripos Ripos就是Riposterous Ripos 点D 一般点D都指的是目录的意思 所以你不要在网上查这种目录 这种目录你查没有意义 好吧 它只是一个 就从字面上翻译是什么意思 这是存YAM的 Ripos的一些 Ripos 好多Ripos 的一个目录 对吧 D就是Directory 目录看到吗 后面呢 你放什么 后面叫啥都无所谓 关键是后缀什么 Ripos 是一定不能够什么 不能够随便起的 好名字我们就叫DVD 可以吗 你叫SendorS7 可不可以 可以 那DVD好 显得好 好了一个啥呀 好不专业 是吧 原来我们使的光盘 所以大家都喜欢使DVD 是吧 那咱们改一下吧 不专业的东西 7U3 好吧 然后这个ID叫SendorS7U3 然后这个叫什么 SendorS 7U3 各位你看 是不是一样的